我好紧张喔 手好抖喔 SAR 整个卡图是黑色的 该不会是OpenSAR吧 Y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X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十分钟情于日本卡包 想要买回来开箱 但看到台湾现货的价格 却下不了手 没办法每天都跑日本买卡包 又不想挨贵桑桑的代购费用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透过代购网自己拿货 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比较省呢 我今天就来实测用一万台币 看可以从热拍代购网买到什么东西 而我这次使用的代购网是BuyE 为什么会选择BuyE 是因为它有中文化的使用界面 所以不会热闻也没关系 而从BuyE的界面 就可以直接浏览 Yahoo Japan Ocean Yahoo Japan购物 Mukari 日本乐天等等的网页 比价非常的方便 就好比说去年我一直想买151梦幻卡车 但是台湾就一直缺货 而且被炒得非常高价 我就趁这次机会把我想买的东西 一次买起好了 首先我们先到不同的网牌去逛一逛 比价看到底哪边买151梦幻卡车会比较便宜 哦 这个只要3300热币 台币才不到800块 下单 再来 我超想要开热版的闪色保障EX 但是在台湾的现货 随随便便就要破2000块 那我们来看看 从热拍买最便宜的未拆封盒要多少钱 哇 7300热币 一盒台币1600左右 那根本繁中版原价嘛 下单 再来 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回来开箱给大家看 我一直听说呢日本店家自制的这些盲包哦 好像非常有料 我来看看这家评价怎么样 哦 500热币的盲包有机会开到珠贝SR 哦 这个1000热币的可以开到奇数SR耶 真的假的 我就各买10包来试试看看可以开出什么东西哦 当然也少不了买3包嘛 哦 这个1980热币就会给你5个随机的卡包 而且每人限购3包 好 就你了 直接买3包 还有这种盲盒哦 1万日元就会随机配一个宝可梦卡牌盲盒给你 有机会可以开到一部英雄 我不求多 来一盒151就好了 好的 下单完毕 这样买一买一共花了4万热币哦 台币快9000块 那每个店家呢 白亿都会抽取300热元的代购手续费哦 就是台币80块左右 其实我觉得这手续费不会太夸张 假设你全部商品哦 都在同一个店家下单的话 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手续费 现在点击说明栏的优惠活动链接 还可以查看白亿最新的优惠活动详细资讯 优惠活动内容随时都会更新 不同月份也可能会有不同的优惠活动 所以欢迎各位观众多多关注 说不定可以从中挖到宝 因为透过点击我的优惠券连结 登记成为会员的话 你还可以享有10%折扣的购物优惠券 在白亿享受更优惠的购物乐趣哦 好的 终于全部商品都到手了 大家是不是很疑惑 为什么我买了4个店家的商品 只有一箱呢 是这样的 透过白亿下单 商品会先全部寄到白亿的仓库 你可以等到全部商品都集中在仓库之后 选择集中包裹寄送服务 把全部东西打包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更省运费 你看原本全部商品分开寄需要1600块台币 现在只要862块台币哦 直接限省一半 那话不多说 我们马上来开箱内容物吧 映入眼帘的是热板的这个散射保障EX哦 再来这一盒 诶 未来的一散 哦 这盒应该就是我花1万块买的那个盲盒吧 啊 竟然来的是未来一散 啊 我的151就梦碎了 哦 这应该就是我买的盲包吧 你看这上面有写1000元 所以这些是1000块的 然后没有写的就是500块的吧 诶 12包 1000块是10包 哦 所以他在送我两包哦 这么好的吗 好 反过来看 哦 他就是用这种圆形的贴纸贴着而已 好吧 然后这些是 哦 应该就是那个1980 然后随机五包卡包的 三包就在这边啦 哦 再来 151卡车 哇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来 我们先把它打开来看一下哦 那可以看到哦 整个卡车呢 其实它都有151宝可梦的小小个的剪影在上面哦 非常可爱 有没有 封面就是我们的梦幻啊 打开来看一下 哇 就是这张图 151宝可梦的剪影图哦 这只有在151卡车才会有的哦 然后这卡车的另一个特点 它给的这个内页是有附上编号的哦 你看 001 002 那001就是我们的妙娃种子嘛 再来就妙娃草 妙娃花 所以是可以根据151宝可梦的编号 去收纳你的增长卡的哦 这点是为什么我非常想要151卡车的一个原因哦 那我们呢今天就来开箱这一盒 闪色宝藏EX的热板卡哦 因为中文版呢 其实我没有开到很好 虽然是有抽到小火龙跟火孔的这个小色尾卡啦 那最近呢 它们都不断的在上涨 让我开心了一下 但是呢 就没有抽到爆配盒哦 那我非常期待说热板卡可以给我什么样的精细啊 好 把这十包摊平在这了 那左边有我的小火龙 右边有我的火恐龙加持哦 希望我可以抽到喷火龙的SAR卡 诶 诶 这个边 一看就是喷火龙的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 诶 海星星的这个碎闪卡哦 诶 没错 果然是二喷的普卡哦 好 那我们速速来开第二包 要谁呢 就你了 诶 来了一张皮卡丘哦 喵喵看 有一张S卡吧 小色尾来了 来看这是哪一张哦 会不会又是皮卡丘呢 诶 蓝色的S卡 诶 海豚 海豚S卡还不错哦 然后是阿阿卡 哦 大比鸟 喷火龙跟大比鸟 都是收入在二喷盒的两张卡哦 好 再来一包 第三包就从第三包开始好了 诶 好像又是一张S卡耶 然后再搭配一张阿阿卡哦 来看一下是谁 对 S卡 绿色 会是星夜猫吗 诶 哦 日文看不懂 诶 很辣椒 对对对 我记得它叫很辣椒 再来 诶 也是绿色 不是星夜猫 是这个蜗牛 下一包就从倒数第二包好了 听说倒数第二包都会有好料哦 来看一下 诶 好 没有 睡闪卡 诶 再来星夜喵 星夜喵EX来了 好 四包了哦 开出了两张S卡哦 第五包就从最后一包开始好了 有没有可能大奖会落在最后一包呢 来 瞄瞄看哦 诶 等一下 这应该是包配吧 有阿阿卡然后有一张保底卡 这是包配盒吧 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 诶 马上就出碎闪了 闪卡接碎闪卡 对了 这是包配包了 来 诶 阿阿卡 那下一张就是包配了 我好紧张哦 手好抖哦 来看 SAR SAR来了 哇 整个卡图是黑色的 该不会是openSAR吧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属性的哦 诶 没有属性 人物卡 SAR 黑色 会不会是奇数呢 哦 牡丹的哦 是牡丹SAR卡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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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SAR在闪色宝藏EX里面 还算是排在蛮高价的一个价位啦 虽然还没有到open跟奇数SAR那么高价 但是还行 有包配我就够了 果然热版卡不会让我失望哦 哇 太赞了太赞了 牡丹SAR 你们看他手上就是有拿着这一个精灵球嘛 那其实呢 这是牡丹啊 派帕跟尼莫 他们的SAR卡图呢 都是这样子 就是会手上拿着精灵球 而且精灵球会置中在整个卡图的中间哦 非常的好看哦 那非常幸运抽到牡丹SAR 有包配就已经很爽了 那现在呢 出了两张S卡 然后一个包配 所以我们还有保底卡 然后一张S卡还没出 我们马上来找看看哦 它在哪里 来描一下哦 诶 好像是一张S卡哦 来看一下是不是S卡好了 诶 不是S卡哦 是碎散 不土坡 然后R卡是 哦 土王哦 诶 一张普卡的奇数来了 再来剩最后这四包哦 我来测看看 嗯 感觉你很有料哦 就你了 这个徽编应该是S卡了吧 来看一下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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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了 帮我再留言备注一下好了 倒数三包了 还没有出SSR哦 我就从中间这包开始吧 来 看一下哦 好 没有 还没出保底 还是牡丹就是保底呢 不会吧 诶 冰 爆 倒数最后两包了 我要选靠近小火龙了 还是靠近火恐龙的呢 我选小火龙好了 我相信你有小火龙 把惡噴帶回來吧 來 看一下 欸 有了 果然小火龍是很可靠的喔 SSR就在這邊 對 這是SSR的邊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是什麼屬性好了 欸 上一張是惡屬性喔 要跟這個屬性一模一樣 惡屬性 惡屬性 欸 惡屬性 欸 等一下 這圖案不會是惡噴吧 這圖案是誰 啊 圖王 啊 惡屬性來了 但是不是惡噴 唉 有一點點無奈 但是這盒爆配合來了一張SAR的牡丹 還可以啦 喔 下一張火恐龍 喔 碎閃的 不錯欸 這張值得收藏 為什麼你沒有把噴火龍帶過來 唉 好 那這一盒呢 三張的S卡 一張的保底 然後爆配也出了 那基本上呢 這一包應該不會再開出什麼東西了 那我就想說 我就不開了 留著讓我好好做個紀念好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要開還是不要開的 那這盒呢 就出了這三張的小社會卡嘛 再來SSR 惡屬性 土王 然後爆配的牡丹SAR 還可以 我還是非常滿意的 我接下來還會開我在BuyE 買到的全部商品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我新影片的資訊 那我們下期再見